7月24日 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通过网上直播平台 宣布报名参选 进驻连任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叶刘淑仪之言 香港回归走过23年来 经历很多风风雨雨 去年发生的修理风波更令香港均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大风暴 即使中央政府已为香港定立《香港国安法》 但香港人需要一个理性务实 能够正常运作的立法会 去帮助解决香港更深层次的问题 努力协助立法会恢复秩序和正常运作 如果我能够再当选 我一定会在立法会推动改革 我们应该要齐心协力这样做 才可以令到香港在我们国家的发展 地区的发展 全球的发展重新定位 令到香港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另一参选人李子靖已宣布出站新解冬 李子靖在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失利 而未能成功连任地区区议员 但他表示过去半年一直积极发展网上平台 今次参选希望能够走进立法会 继续为港发声 制止黑暴 因为我们绝对不可以让那帮揽炒派 得到议会的过半议席来揽炒香港 所以有了你 各位网友的支持 我们有信心 我们理直气壮 也是我们今次的竞选口号 我们理直气壮 今次势必要赢回香港